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带来这个圣诞妆容呢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哦 以及多多的跟我互动 比如说点赞、投币、评论、三连什么的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第一步老规矩遮一下面部的泛红还有痘印 因为感觉很多脖纸都已经出了那种 盛大红绿配色的那种眼妆了 所以我就想来一个 不是那个配色的比较特别 所以今天就想弄一个金色的这样子 用一软的小刷子把边缘晕开 今天我想画一个肤色偏向小麦色的妆容 就是那种比较健康光泽的小麦肌 所以我用到的粉底液的颜色是这一款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黑皮比白皮要稍微好看一些 就我关注的好几个 我特别喜欢博主他们也是 在尝试过小麦肌之后就感觉 开启了人生的另外一个大膜 这个牌子粉底液真的是很好用 良心推荐我都快要用光它了 是冬天啊特别润的那种 说起我的肤质后我也是比较迷惑 我之前上大学之前是在广东生活 那时候我是个超级大油田 等上了大学之后呢 来到北京这边 这边又非常干 现在不是秋冬天气了嘛 我就得用那种润一点的粉底液 就是北京已经让我这个大油田 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中性 或者混干这样的肌肤 体谅用一个稍微浅一点的粉底液 少量的涂在体谅区域就可以 那么我还是用遮瑕刷来上它 这两边体谅的话可以使我们的鼻梁更加窄一些 视觉上面就会提高鼻子的高度 可以试一下这个小技巧 我真的不知道这一盒三粉什么时候才可以用完 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不会再拥有第二盒三粉 还要把多余的给扫掉一些 因为脸上的油分其实已经很珍贵了 今天用到是卡其色彩这支眉笔 基本上都是顺着毛流这样去画它 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粗一点的眉毛 因为我总感觉眉毛粗一点的话会显得脸比较小 你想你的五官要是放大的话就可以感觉你的脸很小 所以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OK 再用染眉膏把眉毛的颜色统一一下 我很喜欢那种眉头微微有一点翘起来这种野生的感觉 噔噔 今天用到的是圣诞的小路盘 希望这个颜色打来的底巴 我有时候没有对焦后其实也不是相机的问题 因为我这个相机虽然是五第三 但是它在录像模式下面竟然就没有自动对焦 所以每次我要是变焦距的话 我都要自己手动去调 然后它焦距于固定 我只要有一点点动态就对不上焦 看视频的小伙伴还要体谅一下我 可以再用一下这个颜色 噢对了 我想问一下你们对汉服啊什么感不感兴趣 因为之前有小伙伴说我的长相比较适合古风的妆容啊什么 而且我一直都比较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很想尝试一下 特别真实的就是其实我一看刚刚那些很好看的小裙子啊 我也走不动 如果对汉服主题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我想做一些比如说汉服的开箱啊 或者一些妆容搭配之类的 主要是美的好看的东西我都很想去多多的尝试 将这一个颜色一个深棕色沿着眼线的位置化 我还挺喜欢那种眼尾上调的感觉 所以我都会把深色用在眼尾这些部分 断眼皮的话看起来也会有精神一些 稍微把它晕开一点就行了 可以感觉到两边的差异吧 这边的眼尾呢是有一种上提的感觉 就用这种比较扁的小的这种刷子 蘸一点那个棕色 沿着睫毛的根部这样上一点点 顺便填一下上眼线这里 眼头的位置用一下这个大亮片的颜色 OK 点涂到这个位置 有一点雪花的那种感觉哦 用到的是Kiko家的这个圣诞限量 特别的闪哩哩哩哩哩的那种 直接上在这个眼中 大面积的 点点点 这个闪真的非常的高级 它是那种就波光零零的 有一种水光感 很通透的亮片 你叠加多少的话其实都不会出错 还可以透出底色那种 棕棕的感觉 现在不用深棕色画一个上调的眼线 就这样有一点上调灵动的感觉 夹一下睫毛 今天这款是爱丽小屋的棕红色的睫毛膏 OK 眼妆完成之后呢 我还要做一下修容 第一步就是把我们的卧蚕画出来 然后其实有一定卧蚕是可以修饰我们中庭的比例的 嗯 我有一段片段没有录到我的bronzer 还有腮红的片段 那我就再跟大家说一遍吧 因为我今天想要一个比较健康的小麦肤色的感觉 所以我用的bronzer是这一块 打在侧边会比修容更加的红润一点 而且它的香味真的是特别棒的 有种椰子奶糖的味道 手法呢还是用蓬松的这种刷子 少量占取以后以点拍的方式这样打 就让我假装一下 因为实在是没有录到不好意思 我今天用到的主要是这两款 那我先用一款比较蓬松的刷子 将这块稍浅色的上在这个区域 还有包括下巴啊额头啊这上面 稍微偏棕眼的颜色 上在这里 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 上腮红的时候在鼻影的地方也上一点颜色了 能够让整体感觉更加红润 更加有气色一点 高光的话是这一款 就是完美日记 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那种比较自然的 然后有一点水光感的这一种高光 真的它的非常细腻 有眉骨可以来一点 鼻梁啊 人中这些地方 口红用到的也是Pico的圣诞限量 它的高体呢真的是非常极致压光的那种 是很美的那种红偏眉子色调一些 这个饱和度还有顺滑度 真的是特别棒 这样抿一下上下唇都上色 我今天呢想要一个比较丰满 边缘比较模糊的唇型 所以用到的这个工具就是小棉棒 一方面是均匀这个颜色 另一方面还可以把我们的唇型给模糊一些 然后不断地扩大 另外一头保持干净 可以随时把我们多余的口红给擦掉 然后再加上一下整体的饱和度 画完之后呢不要忘了再次用遮瑕盘来修饰一下我们画出去的地方 比如像嘴角这种地方就特别能显出唇妆的精致的感觉 好的这期妆容就这么完成啦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一定要记得关注我 以及多多的点赞和评论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